哈喽小橘子们,又到了每天一大早,就要暴露年龄的时间,曾经记忆中了他们,现在长什么样了呢?在做什么呢? 好久不见,你们还好吗?大家还记得命中注定我爱你吗?这部剧一单集平均收视率10.91,最高分段收视率3.64的成绩,成为了台湾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偶像剧,只说还一直保持至今,除了陈欣怡,几存戏之外,剧中还有一个人物,让观众们印象深刻,她就是几存戏的前女友石安娜。 剧中的雪安娜是一个专注于自己的目标,非常热爱跳舞的芭蕾舞者,但是后来她在纽约出了意外,没有办法再继续跳舞了,而当她回国时却发现,自己不仅失去了舞台,还失去了曾经最爱她的季存戏,追剧的时候对安娜,真的是又恨又心疼,饰演是安娜的演员叫做白心慧,这部命中注定我爱你,也是让她火了起来, 白心慧,拥有四分之一日本血统,毕业于是新大学行政管理学系,父亲则是已经退休的中国电视公司,辞生职员白国家,1999年,17岁的她被凯博模特公司发现,从此进入了娱乐圈。 2005年,白心慧出演了个人的手部影视剧《恶作剧之吻》,在剧中她饰演大权社长的孙女,卡拉帅姓的白慧兰。 2006年,白心慧与宁道、蒋仪、杜德磊共同主演的电视剧《天使情人》,她在剧中饰演了心地善良的女主角李希爱,她后,来又在偷心大圣PS男,终饰演了气质名模江苏珍,这也应该算是她本色出演吧。 她还在华丽的挑战李饰演,既漂亮还有过目不忘本领的江南琴,感觉白心慧很适合接这种人生赢家的剧本类,还有《如过我爱你》里的职场女性珊珊。 2016年,白心慧还主演的都市职场起剧片销售奇迹,同样也是这一年,白心慧为花生子,而其男友则是身家破亿,的格少集团执行赵堂堂,宣布生子的两个月后。 白心慧承认,你与男友堂堂登记结婚,当了妈妈之后,白心慧就很少出现在大众面前了,而且看起来更加成熟知性了。 在生活中,她和安宁轩也是很好的朋友,身高175厘米的白心慧,安宁轩在她身边真的是娇小可人了。 白心慧一出道,电影年轻漂亮的外形惊艳的模特圈,更是被凯波峰为林志玲接班人。 不过自从出道以来,关于她的负面新闻就不断,令许多观众对她失去了好感。 后来,白心慧的许多不雅照流出,惊动了娱乐圈,这件事让白心慧名声大落。 她的事业也因此受到了重挫,现在算起来她的孩子已经两岁了。 不过她和老公把孩子保护得很好,几乎没有被曝光过,希望他们一家能够一直幸福下去,希望她的宝宝也能健康长大哦。